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的白猪的味道不及黑猪 肚猪来得那么多 猫的味道 为什么你弄了大肥猪 因为 大肥猪的猪肉 早晨,我们今天来到白云 在原下田村旁边 白云大道 这家店的名字是由我的身份来明明的 大家明白了 这家店的名字 很可怕 这家店的名字 很可怕 这家店的名字 很可怕 有肚猪,肚鸡,牛肉 猪肉,牛肉 猪肉,猪肉 煮全猪,全猪汤 没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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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说的 没有 炒黄 猪肉汤 138元 好 父母说得对 人家的名字是大肥猪 吃肚猪 土货的餐厅 在我的认知 土猪各种是不一样的 和荷兰大白猪 老板娘 客家人 客家人 白刀汤 白刀汤 十几多 十几个不同的部位 去过你们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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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完美的猪肉汤 我给你一句话 可以 你玩吧 明白明白 紫金八刀汤 只需要八刀 是因为加了八样不同的 豬的部位 所以叫八刀 这一盘呢 我这个叫十几刀 不是说笑 这一盘的说话 在 某些 广州妈妈心目中 可能是 有病治病 没有病强生的性品 煮一口猪肉水 你不舒服就怎么样 是困难的 是甜的 为什么会甜呢 内藏 新鲜 才有一种甜味 出现了 可以 而且它远无我所想之中 那种肥肉 油腻 那种感觉 不会出现 是清的 再次强调 强烈肝脏爱好者 只要是肝脏 我都会吃 煮到硬了 没有粉肝的 質感 但是 内藏的鲜甜 还有鲜甜 你见不见 肥肉 好像分解 好香 好香 放入口 爽口 好香 很酸 有香 很酸 鲜甜 酸甜 甘香 有意思 在这个 这是牡丝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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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开玩笑,很香 大家订阅准备3,2,1 香得好凄凉 这个真的很香 初锅的形式上我没想到 依然看到肝脏和不同的位置 在当中有些肠 趁热,你们慢慢吃 我做点 这些油香味 很重要的 姜葱蒜也不准备 用椒煲 用油和豉油 有些咸香味 有些咸鲜味 越咸越香 猪油在煲中 很香 建议你们年轻人用来拌饭 吃吧 我用了很长时间给大家解释 什么叫鸡味 但是从今天开始 大家有理由拆我了 猪有猪味 因为它真的会有那种 猪的香味 是真的会比较重一点的 猪脚是甜的 好吃 我们的,还不是吗? 不是啊 我是有理由相信 我用的是肚猪的肉 才能做出这种效果 原先不是做饭的 原先是做干货的 你怎么知道? 我看到这里有很多 我都在这里吃的 我都在这里吃的 冬菇也有什么 有什么东西也有 有什么东西也有 又炒菜 又买干货 360万 361 好了 回报一下师傅 她的手抄布 就做了这么多 我整餐饭的时间 鬼衰 你都没写完 拜拜 你在看什么? 你在看快手 这是快手的 我见过她 这是抖音的 抖音的 你关注我们啊 我看不到啊 那算了吧 没有缘分 好 商店也有卖酒 这边也有卖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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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私房菜 我自己是非常认同门口 在门口里寫了一句话 原味製造 今天我来试了两款的菜式 原来好猪 真是好吃 一般的白猪 最后看你叫姚戴秋 我带着全世界的人